涉及滨海战斗舰国防合约丑闻的 莫什德海军造船厂私人有限公司前董事经理 今天将以刑事失信的罪名遭到提控 那更多有关的消息 我们马上连线人在法庭现场的记者洪美玲 美玲告诉我们你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是的文杰 今天访谈会正式提供 这个滨海战斗舰案件的第一名被告 这一名被告是这个滨海战斗舰承包商 莫什德公司的前高层 更是我国海军前司令 叫做丹斯里·阿莫南利·莫哈莫诺 这名79岁被告在刚刚被控三项罪名 但是他否认有罪 那法庭就允许他以50万令吉的保释金 保外候审 同时得交出国际护照 所以这个案件刚刚是已经完成了 这个地庭的面控的程序 所以被告随时都有可能会布出法庭 所以有大伙的媒体就在这里守候 希望可以拍到这个被告布出法庭的画面 那这个案件呢 就是这整个滨海战斗舰的交易 涉及90多亿令吉的公堂 那其中60多亿令吉呢 政府已经是交付 这笔资金呢 交给这个莫什德公司 那么这个莫什德公司呢 理应是应该建造六艘战舰 那无论是2019年4月本来应该交付的第一艘 还是今年8月应该交付的其余五艘 通通没有一艘是已经建造完 从交付给海军的 那么反弹会呢 在早前就已经表明说 他们将这个调查报告提传给了总检察署 并且建议提控几个人 那么相信过了今天过后 还会有这个提控呢 陆时有来 那么将这些涉案人士呢 一一提控上情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这个被告单司令呢 是还没有部署法庭的 那么以上就是记者人 在这个吉隆坡高庭 法庭这里呢 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我们把时间交完给棚内的文件 请各位说明证